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清楚 谢谢 好开心能够跟你联系 我看你很久节目了 谢谢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聊一下你想说的 大概一个人十分钟吧 好 我十年前从19年来的 09年来的来西班牙留学 然后现在工作生活 现在的话因为疫情机票比较贵 也没办法回去 所以还是在西班牙家里面待着 然后我就是想讲一些问题 之前看到的一些所谓的比较离谱的言论 在海外待了那么久之后 反正这些离谱的言论很多 但是有些东西是让我感觉说是过限了 比如说是Andy Gung前面讲的疫情的问题 到了现在的2020年的9月份 10月份 还能这么去断章取义的去讲问题 我也是觉得 我觉得其实挺恶心的 因为像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研究吧 还没有能够查出新冠往前追溯 能够查出它的发源地 但是起码已经否定了 从中国传出去的这个事实 像那个 意大利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研究所 马里昂内格里 药理研究所 它是意大利两个最大的研究所之一 然后这个是在美国公共新闻网NPR上面 发布的这个报道 它这个报道不是说自己写的 是这个报道上面有这个采访时候 本人的这个语音 然后录着的 我们可以去原来的本章上看一下 然后他们就说的 那个意大利的疫情相似的这个症状 类似的未知肺炎 基本上11月11月就开始了 在意大利的北部 然后后面的一些新闻 比如说西班牙的 我就在西班牙嘛 西班牙包括19年的3月份 它往 西班牙已经开始自己往前追溯 这个新冠疫情的源头 它已经追溯到 西班牙非生活水源 在19年的3月份 它就有这个新冠病毒踪迹 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病毒是一个抑制状态 也就是说 现在包括美国 它自己美国被封口的那些人 报的什么9月10月的 这个都比中国的要早 然后他们其实现在科学界公认的 你可以去看 包括一些科学界的杂志 公认的是这个病是明显的是全球爆发 并不是说什么从中国传出去 还有一个是直接否定了 从中国传出去这个结论 就是那个最出名 这个人跟国内的新闻网站也连过线 他是剑桥的一个教授 讲那个病毒的ABC的 他说新冠病毒分A型B型C型 简单说就是B型从A型变异的 C型从B型变异的 然后他说中国这个地方 大部分人竟然是B型 只有少数人是A型 然后当然 但是美国和澳洲这些地方 基本都是A型 我们不去说另外一个阴谋论 说人家什么武汉军运会什么的 但是这个起码就能说明 你怎么可能这个病毒在中国变异了 然后传到美国去之后 变异回来吧 这个就搞笑了吧 是吧 所以有些人就是 我是觉得挺别有用心的讲这个话 而且有些人 有一些人在断章取疑的问题说是 我们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病例 可能在12月头 12月1号 2号 3号 不知道忘了 然后他们说 那个中国隐瞒了一个月 然后才告诉世界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12月1号那个病例 是在后面确认之后往前追溯的 往前追溯的是 是这个人12月1号进医院了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国内在12月底的时候 医生才慢慢明确 这个是一个未知病 然后去做了这个病毒研究的报告 在自己的基因库里面找到类似的 这个是一个冠状病毒的阶段性报告 是12月30号 就是12月30号去上传 拿到这个结论 而且是阶段性的结论 只是定义它是冠状病毒 有可能有传染性 但是最终的报告要到15、16号 这个具体的病毒是一个现在基因库里面 没有的病毒 到15、16号才真正下达 所以说 当我们拿到这个阶段性报告的时候 你可以查联合国的那个记录 3号就有我们的备案 1月3号就有我们备案 那基本上时间没有减 然后到了1月 我们开始说意识到这个病毒的严重性 然后开始防护治疗什么的 所以说 所以有些人拿追溯到前面 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进医院 就是说12月1号 我们就像都知道这个是什么病毒一样 然后在那隐瞒 那不是纯扯了吗 是吧 然后我还想跟你说一个 我在欧洲明显的知道这边疫情的情况 我不谈美国 美国已经差到一种程度了 我就谈欧洲 我和我朋友在中国病毒爆发之后 已经就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中国圈的朋友 欧洲肯定会出事 这个跟你的医学的科技的质量高低 没有关系 这边的人力物力和意识 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不当回事 欧洲的头 德国防疫部长 三四月份的时候 中国都爆发的差不多了 他在那说的言论 还被德国的网友呛 你们去 我在这里讲另外一个 YouTuber的名字 德国知识 然后他也是讲这方面的事情的话 你可以去看他采用的一些报道 你可以去看 他们就说他 他那时候德国防疫部长 三四月份的时候还在那边说 这个只是可能下呼吸道感染 没有那么严重 怎么怎么样 你就可见欧洲的态度了 对吧 为什么说中国在这一次疫情里面 确实比别的国家要钱 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疫情这个事情 我不讲别的什么努力 什么这些东西 别人理解不了 那我就讲钱 在国内中一次病之后 终于有人知道说 那个新冠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可以治疗费用达到七十多万 那个是国家报销的 很多人对几百亿几千亿 是没有概念的 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开始的时候 都要去逃避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笔很大的钱 况且欧洲美国的人 还比你少很多 他们都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 美国刚开始出了这个事的时候 特朗普在淡化这个责任的时候 他后面实在hold不住了 他救世的钱 他救世的钱是放入 放入医疗系统的五倍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 欧洲美国为什么后面才承认 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是吧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认知 好吧 其实很多人关心这个疫情 然后还有一些 都是很多事情都是了解的 但是有的人就是选择 选择性的相信 你说的是真话 我不觉得他是真的 他信他的假话 安迪贡 其实没必要跟他太多的计较 本来以为是个可以拯救的人 所以跟他连连线 但是后来发现人是无法拯救的 就像那些相信邪教的人也好 被洗脑的人也好 你怎么跟他说 他都会自己去脑补的一件事情 好您继续 我是上海人嘛 所以讲句不好听的 我那时候讲 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他说他是上海人 我觉得我有点更不舒服了 懂吗 然后就像法轮功这个事 只有今天看到了韩国的邪教 别人才会相信 法轮功这种东西 能真的影响到这么多人 还能在家里面 父亲杀老婆孩子这种事 这种事摆在外国 外国这些就是那些政治攻击中国的人 法轮功没事练气功 怎么怎么样 看到韩国这个事才知道有多可怕 他们有文化有教育 您也是在韩国 对韩国邪教太多了 现在太多了 尤其街上上来跟你聊天的人 有一次我走在街上 他们一般是搭档 要不然一男一女 要不然两个女的 这是另外一个邪教 很多的经常能碰见 比如说看见你 感觉你好像稍微有点钱 然后就上来就跟你搭话 或者你的眼神怎么样 觉得不对劲好骗 那就上来骗你 我之前有一次瞅到一个女生 长得特别好看 我们一开始都没想到这个人是那些邪教的 我就盯了他一眼 然后结果就被人盯上了 发现穿的可朴素了 就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穿的那种穿着 然后长得非常漂亮 还化个妆 都想象不到这样人是怎么被骗的 我在这里呢 就讲一些大的问题了 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生活中跟一些所谓现在镇间不同的人的一些交流吧 然后你们可以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有多搞笑 有一个人是在这边的一个华侨家 我们可能是工作认识的 然后我跟他聊到这个事之后 他还比我小 他说哥你不知道外面的事件多显恶呀 这个中国经常有新闻爆出来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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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说是哪件事 我就告诉你啊 这个像那个温州铁路 他是温州人吗 温州铁路那个时候 我的朋友就在那边都看到这个事情 就是警察不让这个家属接近 里面都有人还活着 后面爆出来是死的 然后我说这么黑暗呢 那我说温州铁路这个事情上面 一个人受伤国家要给多少钱 死了国家要给多少钱 他都不是纯黑的那种啊 他也会黑就是西班牙 有些防疫的事情啊 但是网上面有些中国的 所谓的一些黑暗的这个报道 他也会觉得很愤愤不平 他并不是那种纯黑的人 他都会去这么想问题 懂吗 有些东西真的是很好 很好揭穿 但是但是一旦就是 因为新闻媒体话语权 讲讲句直白的话 今天的英语媒体话语权 我们中国极其弱势 极其弱势 所以言论自由的 所谓民主自由的这个世界 都是靠广播 一遍一遍的传 一遍一遍的传 你即使说再聪明 因为在网上这个世界 是女性思维 再怎么有高知识分子的人 他都是非理性的去看这个 哪个东西有热点 我看一下 就比如说造谣跑 跑断 那个造谣一张嘴 屁要跑断腿 是吧 你像你这种实验室研究 有谁会去看 放出来都没人点击 但是如果说 这个是谁谁谁的责任 他们吃蝙蝠 我马上就 就是这样 然后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我不支持 现在 所谓这个世界上的 什么 民主自由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选票制 现在的西方社会的 代一制的前身 就是 就是那个艺人一票投票的 他们的前身就在希腊 我原来在希腊工作 希腊那个时候 你知道西方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广场 那个地方就是学者 政客 去讲话的时候 大家都坐在旁边的 这个使节上面 然后停 这个就是最初的广播 然后希腊那时候 靠一人一票 票死了八个 打胜仗的将军 就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 读了书之后 人就会怎么怎么样 人就不会受这些干扰 你的选票随时 跟你跟现在消息的 传播力度挂钩 所以让我想一下 这点其实我跟你挺认同的 其实就像韩国这边 选议员也一样 你最后选的投票 选的是议员 你选的是总统也好 真正最后决定 国家大事的也不是你 是那些议员 他们去投票 他们去决定国家大事 然后每个党派 都想着自己党派的利益 去选择性的投票 只要现在民主自由世界的人 手里面有选票的人 能告诉我 现在败选的这些议员 都干了什么 你就明确的告诉我 你一个都不知道 都是通过什么知道的呢 就是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 然后去坐在小车里 去拿一个喇叭去喊 然后去搞活动宣传 你都是从这个里面知道的 你都不知道实情 对吧 连我们国家的说 我们国家的是 人民代表大会上面 一些专家去做出一些政策来 对吧 连那些专家都会说 我比如说搞科技的 我没办法参与农业的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明白 那你摆到全国人的时候 我今天选一个农委会的领导 你会吃菜 不代表你会种菜 你会种菜 不代表你会管理这么多农民 对吧 所以说所有哪 今天中国每个人都有一票 所有拿票的人 什么都不知道 就纯靠宣传 宣传就是谁花的钱多 那还选什么呢 那有什么公平可言 这个架构就是错的 你就像中国大陆 如果选举一人一票的话 区长出去竞选 市长出去竞选 咱就不说区往下的 市长出去竞选 多少个市 然后省长出去竞选 然后国家领导人 人大 每个人都出去 就跟那个以前一样 每个人拍视频 连线什么的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新疆蒙古那些人 为什么这么多 他们所谓的人权组织 就像你像那些法轮功的台 找出来那些人 那些人都在香港露过面 你可以在视频上找 什么蒙古人 美国人 在蒙古的美国人权委员会的头儿 他叫巴安和图 他故意把美国拿掉 搞得像你像中国政府里面的人 然后你查了 才知道他原来是美国人权委员会里面的人 然后在内蒙境内干什么呢 经常就是给你上课 新疆这边也是啊 十年前就开始的这个事 就上课民主自由好啊 这边的是 这边的共产党限制你自由啊 对少数民族怎么怎么样 有些人会被忽悠 但现在的话 大部分人不会被忽悠 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竞争当中 都发展特别好 但还有人会被忽悠 那些人也会到香港来 有老外的 在香港那些都被拍到的 在新疆和西藏都出现过 是吧 然后所谓的意大利 不是那个印度中印边境的那些 那些藏民 印度的藏民部队 他们最开始 你可以去查这个部队 他们开始的时候 就是美国培训了 所以这种事情 就是说 包括我在讲个题外话 德国知识那个时候 说最近的就是人民幸福调查 国家幸福调查指数排行榜 什么中国排在100位什么的 然后那个做这个报告的是叫NGO 它是个人权组织 它是美国支持香港的 对吧 然后那个 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 是NGO支持的 然后新疆的这个 新疆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女朋友在那边 所以我很清楚这个事情 因为新疆有很多 比如说南疆的维族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高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新疆小偷 对吧 他们也不会去工作 不会去干嘛的 然后被境外煽动 那个女的在法国 有德国人权组织资助 美国也 美国英国都资助了 然后他们在境外煽动 说汉人欺负你 怎么怎么样 然后在街上打打抢说 我朋友的朋友 就浑身都 浑身都是血 女生 唐一苑 就那样 过了这么多年 CGTN也 包括央视也宣传 除了那个关于新疆之前爆孔的事情的视频 然后详细的东西 就这个东西都可以查都可以看 但是我就是不看 包括六四事件一样 就所谓坦克人 你去查视频都能查到 但是呢 我就是不看 我就是相信他们说的 我不相信视频 我相信他们打字说的 用嘴说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希望 然后还要还要讲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 我个人的一个分享 我觉得 我们中国最难能可贵的是 不用意识形态去看问题 用意识形态去看问题 都是傻子 我个人认为啊 有可能 可能攻击到一些人 我们是被别人带了节奏的 因为这个西方民主社会的时候 本来他这个逻辑 就是说 前面讲的宣传 宣传完之后 你要我在字典里面 找一个最胜物的词汇 和平自由民主 然后你能反驳我吗 你不能 然后给你灌输意识形态 它是 这个西方社会 是这个 是这个东西的代表 然后你就一直 带着意识形态去看问题 有一个人被撕掉了 你说 这个事情好坏 参半 我是站在左呢 还是站在右 这是人性底线问题 法律问题 对吧 所以说我们都被带跑了 所以说 不要去 左或者右的 看问题 就是实事求是 去看问题 这个就是我要发表的 这个观点 好的 特别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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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